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收到消息 涂山市的太夫人身体不太好 想让景景快接人涂山市的组长 她背负着一族命运 并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景和防风意应还有婚约 防风市绝不会舍得放弃和涂山市的联姻 景想退婚并不容易 你别一股脑儿的扎进去 小妖眉眼中的笑意散去 低声说 我知道了 专须看到她的样子不再多言 吃完饭 要驴开时 小妖突然说 哦 对了 这是给你的 她拿出一个清玉盒 抛给专须 专须打开 是一个毛茸茸的小小傀儡 眉眼精致 专须明白是用九尾狐妖的尾巴锻造的灵器 扔回给小妖 我不要 哥哥 你必须要 这是我让景特地为你锻造的 为了凝聚灵力 这个傀儡唯一能幻化的人就是你 还能施展几招牧林的法术 你用它做替身 保证连萧萧和金轩一时半会儿都看不出是个假的 小妖走到专须身边 跪坐下 我知道你介意九尾狐伤害过我 正因为如此 你才更应该好好利用它 保护好自己 让我略微放心 其实 专须不想要的原因 并不完全是因为九尾狐妖 还因为这是另一个男人做的 但看着神色难得严肃的小妖 专须心里发酸 不管傀儡是用什么做的 是谁做的 所凝聚的只是世间最关心他的人的心意 他只要好好地活着 才能更好地照顾他 专须终于释然 伸出了手掌 小妖把小傀儡放在专须的掌心 专须缓缓握紧了傀儡 说道 我也有一样东西给你 什么 专须把一枚预检递给他 这是你让我帮你查的防风被的所有经历 小妖愣了一愣 才接过 一整日 小妖一直在阅读琢磨预检里记录的资料 这份资料按照时间罗列 记录了从防风被出生到现在的经历 防风被幼时的生活 就是一个大家族普通数子的普通生活 认真学习修炼 表现得不错 奈何哥哥和妹妹也都天赋很高 又是嫡系血清 不管他怎么努力 哥哥和妹妹都比他更受瞩目 因为内心苦闷 他沾染上赌博的恶习 大概478年前 还未成年的防风被为了筹钱还赌债 离家出走 偷跑去极北之地找冰金 一去45年 对神族而言 45年不回家不算什么 只不过因为防风被去的地方太过凶险 防风家的人都以为他冻死在了极北之地 没想到他又突然冒了出来 带了不少冰金 堪称衣锦归家 扬眉吐气 小妖觉得这45年很值得怀疑 45年 纵使历经磨难归来的防风被变得异样 众人也能接受 可那些人毕竟是看着防风被出生长大后 在家里住了4年 悉心照顾病重的母亲 端汤凤茶 喂饭喂水 可谓尽心尽力 以至于搜索资料的人写道 几百年后提起就是 仍有老仆感慨被致孝 之后四百多年 防风被就是个很典型的大家族出来的浪荡子 有些本事 却得不到重用 手头的钱财比较紧 为人又随性 在钱财上很疏朗 所以常做一些捞片们的事 时不时会失踪一段日子 短时三五月 长时两三年 他的家人和朋友都习以为常 因为防风被性子散漫 什么都不争 可以说不堪重用 这三四百年来 他和哥哥防风争 妹妹防风亦应的关系都不错 小妖轻叹口气 如果真如他所推测 四百七十八年前 真正的防风被就已经死了 那么 所有人都辨认不出防风被是假的 就解释得通了 因为香柳已经假扮了防风被四百多年 即使本来是假的也已经变作了真的 所有人认识的防风被本就是香柳 可是为什么呢 香柳究竟图什么呢 防风是在大荒虽然算得上是有名望的家族 可比他更有名望的家族多了去了 防风被又是妾室所出 根本影响不了防风家 香柳就算想利用什么 也该找个更有影响力的家族的嫡系子弟 小妖想了很久 都想不出香柳的目的 毕竟这场假扮不是一年两年 而是在他出生前 人家就已经是防风被了 小妖只能放弃思考 种下之月的第十日 专需收到风龙和新月的帖子 过几日是两人的小生辰 邀请他和小妖去小祝容府玩耍 神族的寿命很长 众人对生辰看得很淡 一般只会庆祝整百岁或者整千岁的生辰 其实 活的时间长了 大部分人都会忘记自己的岁数 压根不庆祝生辰 只有很讲究的家族中得宠的子弟 才会常庆祝生辰 大概因为风龙和新月是双生子 只要过生辰时 兄妹俩在一起 就会邀一些朋友 小剧热闹一下 小妖到时 才发觉所谓的小剧并不算小 看来风龙和新月在大荒内很受欢迎 不过也是 男未娶 女未嫁 家事 相貌 才干都是大荒内最拔尖的 但凡还未成婚的男女都不免会动动念头 守门的小奴进去通床后 风龙和新月一起迎了出来 新月亲热的挽住小妖的胳膊 你一直什么宴席都不参加 我和哥哥还担心这次你也不来 小妖笑答 我性子比较疏懒 能推的宴席就都推了 不过 这次是你和风龙的邀请 自然非来不可 虽然说的是场面话 新月听了也十分高兴 新月和风龙带着他们走进一个大园子 园内假山高低起伏 种着各种奇花异草 一道清浅的小溪从园外流入 时而攀园上假山 成小瀑布 时而会入院内一角 成一滩小池 九曲十八弯 几乎遍布整个园子 消散了言下的鼠意 新月指着高低起伏的假山对小妖说 从外面看只是错落有致的假山 其实那是一个阵法设置的迷宫 我和哥哥小时候都信字也 去到一起时更是无法无天 父亲特意布置了这个迷宫 我和哥哥在里面能一玩一天 惊而人多 你若喜欢清静 待会儿我们可以去里面走走 因为天热 众人皆穿着木鸡 花银掩映下 两个少女拖了木鸡 赤脚踩在湿漉漉的鹅卵石小镜上玩耍 新月笑对小妖说 那是江家和沈善 家的小姐 她们是婊姊妹 我外婆是沈家的姑奶奶 所以我也算是她们的婊姊妹 关系远一点的客人 都在东边的园子 这个园子中的人仔细一说 大家全是亲戚 小妖道 我不是 新月笑道 你那里不是呢 你外婆雷雷 祖娘娘可是西林家的大小姐 你外婆的娘亲是我爷爷的小堂姑奶奶 你外婆就是我爷爷的表姨 说起来我应该叫你一声表姨 可现如今西林市的组长 你的堂就娶了江家小姐的表弟 江家小姐就是沈家小姐的表姐 我是沈家小姐的表妹 我应该也可以叫你表姐 她们说着话已经走进一个花厅 小妖厅的目瞪口呆 男男道我已经被你一堆表啊堂啊绕晕了 一硬挑起帘子 摇着团扇走了过来 笑道这是从赤水市那一边顺的亲戚关系 我听奶奶说西林家和屠山家也是有亲的 好像哪个太祖奶奶是西林家的小姐 只是不知道顺下来我们是表姐表姨还是表奶奶 屋子里的几个人全都笑了出来 小妖心里暗自惊叹 难怪连皇帝都头疼中原 所有家族血脉交融 同气连之 同时也许会客自相斗 可真到存亡关头 必然会联合起来 更让小妖意外的是 原来西林氏和外婆曾那么厉害 每个人都乐意和西林氏 雷祖娘娘攀上精气 反倒轩辕皇帝的血脉显得无足轻重 西月拽拽小妖的面纱 小妖在这个花厅里休息的都是最相熟的朋友 快快把你的围帽摘了 他们所在的这个花厅 十分宽大敞亮 中间是正厅 左右两侧各有一间 用扳竹帘子隔开的侧厅 右边的厅房 易应刚才从里面走出来 想来是专攻女子休息的屋子 左侧的厅房应该是男子的 易应也道 是啊 上次没看成 这次你可不能再藏着了 西月拔远近亲书分得清清楚楚 众人没有机会 都没戴围帽 小妖原本就没打算与众不同 所以大大方方的摘下帽子 西月仔细打量一番 拉着小妖的手 叹着气道 真不知道将来谁能有福气的了你去 她把风龙拉到小妖面前 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说 不是我替自己哥哥吹嘘 这大荒内 还真挑不出一个什么都赶得上我哥哥的 易应笑嘲 真是不害臊 西月在轩辕城长大 颇有轩辕女子的风范 笑道男婚女嫁乃是最光明正大的事 有什么需要害臊的 风龙在中原长大 反倒不好意思起来 对专虚说 我们去看看警他们在做什么 和专虚走进了左侧的屋子 西月对婢女吩咐 若里面没有人休息 就把竹帘子打起来吧 看着通透敞亮 是 婢女进去问了一句 看没有人反对 就把竹帘子卷了起来 屋子内有三个人 涂山猴和防风被已在踏上 在喝酒说话 警端坐在窗前 在欣赏风景 刚走进来的风龙和专虚站在了她身旁 小妖愣住 警在 是意料之内 可是 防风被居然也在 易应把小妖拉了进去 笑道 二哥 看看这是谁 刚才在帘子外说话 帘子内的人自然听得一清二楚 易应这举动顿时让人觉得 防风被和小妖关系不一般 防风被看着小妖 漫不经心的笑道 你也来了 她身旁的涂山猴站起 和小妖见礼 小妖微笑着给涂山猴回礼 心里却郁闷 什么叫我也来了 涂山猴和小妖含暄了几句 就走开了 去院子里看人细水 易应笑朝防风被眨眨眼睛 说道 二哥 你照顾好小妖 我去外面玩一会儿 园子很大 假山林立 花木繁盛 易应的身影消失在假山后 小妖低声对防风被说 你跟我来 她在前防风被随在她身后 两人一前一后 走进庭院 身影消失在山石花木间 窗前的井 专须 风龙和新月都看了个正着 新月推了风龙以下 哥哥 你可真笨 再不加把劲 小妖可就要被人抢走了 有心想数落意应几句 竟然自不量力 敢和风龙抢人 可爱政宗把那几分不满吞了回去 新月对专须说 我哥平时也挺聪明 可一见到小妖就有些犯傻 你和我哥最好 可要帮帮我哥 风龙不好意思说什么 只对专须做一行礼 意思显然一清二楚 专须笑道 我只能帮你制造机会 至于小妖的心意 我可做不了主 新月笑道 已经足够了 新月想了想 对专须和风龙说 我们也去外面玩 顺便找找他们 他想着他们一走 只剩了井 又笑道 井哥哥屋子里坐着闷 你也来吧 四人遂一起出了屋子 在假山花木中穿行 这本就是个迷宫 路径和景致随时在变换 又时不时碰到朋友 屏下聊几句 走着走着 四人走散了 只剩下新月和专须 新月和众人在一起时 活泼俏皮 可和专须单独在一起时 反倒变得安静 他想起专须身边的两个美貌婢子 只觉心乱 哥哥说 如果你想要痴情的男人 就不要想着专须 如果你想嫁专须 就不要指望他只有你一个女人 不但不要指望 还要心胸大肚 有容人之量 对那些女人都客气有理 道理新月十分明白 可还是觉得难受 因为恍惚走神 新月没有看到路径又变坏了 居然一头撞到假山上 他疼得哀忧一声 捂住了额头 专须盲低头看他 怎么了 有没有伤着 新月觉得额脚也不是那么疼 却不知为何 眼泪都下来了 专须如红小女孩一般 柔声安慰着新月 只是有点红 没有破皮 用冰敷一下就会好 新月猛地扑进专须怀里 脸埋在专须的胸前 呜呜艳艳地低气起来 专须愣住 双臂将锤在身侧 新月却没有察觉 紧紧搂住了专须的腰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抓住他 让他把自己放在心里 比其他女人都重要的位置 拜赏后 专须须搂住了新月 轻声安慰着他 新月嗅到专须身上的男子气息 听着他唇厚的声音 越发意乱情迷 双手缠住了专须的脖子 踮起脚去吻专须 第一章的第三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新剧地带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祝您好运不断